上一集我们讲我在这个e-file.com这个网站 想要去报这个1040NR这个税表 结果是在这个步骤这里卡住了 就过不去 我这里点file file的话一直就是卡在这个步骤 那么今天是搞明白了 为什么会卡住卡在这里 为什么会卡住呢 因为我的净利润是亏的 所以它就卡住了 因为这个1040表就是一个个人收入的表 那么你必须要有个人收入才需要报 如果你没有个人收入 或者说你的最终个人收入是亏的 那就不能报 那么怎么叫净利润呢 就是说你的毛收入减掉你的运营成本和运营开支 如果最后是亏的 那你这个净利润就是负的 就不用报 我们这里来看一下他的解释 我们在这个 用这个微软的病我就问他 他这里回答说 如果你的净利润是负的 那你就不需要报税 除非你有其他的原因 才需要报这个1040 也就是说你这个是亏的就不能报 就没法报了 不需要报 那么后来呢 我记得这段话了解到了这一点之后呢 我现在又可以报了 为什么我又可以报了呢 我又故意 我就故意到我这个里面去做一个尝试 做了个什么尝试呢 我就把我这个里面这个 里面的这个收入 我故意把它写多一点 他就可以报了 比如说我这个公司 原来他这个收入 是零 原来这里是没有收入的 我现在多加两万块钱 他那个报税的地方就可以通过了 就可以去报了 因为我产生了 有了净利润了 如果没有这个两万块钱 那么我算到最后 我这一年干下来是亏的 那么你这个1040表就报不了 也不需要报 因为你是亏的 然后我现在把它改成零 改成零 你看好 我改成零之后 它马上又会出现 那个报不了的情况了 好 我改成零 我现在再去报 file去报 你看 它就报不了了 它说你这个不对 有什么地方不对 你就报不了 它就说明 你要增加你的收入 你的收入要增加 你要有净利润才可以报 如果没有净利润就不能报 那么像我们做这个tax lien 在第一年第二年 差不多都是亏的 因为到差不多都是亏的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资产 都是变成了这个tax lien tax deed 变成了资产 资产还没有卖掉的情况下 也不能算为利润 就是压在那里 就货就压在那里 或者说这个资金就压在这个tax lien tax deed 压在这个土地上面 所以说 其实一年下来的操作 往往都是亏的 那么既然是亏的 那你这个1040就报不了 对吧 好 那么1040报不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 等一下 回过头来再看 好 我们刚刚 好 我们现在再看这个表 我们前面讲了这个 跟我们相关的 主要有这个 一个就是1040NR 加Schedule 11 这主要就是报个人附带 报公司 那么如果你最终的收入是亏的 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报这个1040NR 加Schedule C 就报不了 因为你是亏的 那么你这个第二年呢 你就只能报这个 1120加572 那就只能是报 1120加572表了 报1120加572 最终你这个 报的话 你应该是寄到这个地址 寄到下面这个地址 把邮寄 上面这个也不需要了 因为它是亏嘛 因为亏的话 所以你 你这里也就不需要报 净利润亏损 无需报1040 净利润亏损就不要报了 好 那么我们就只要报这个 1120加572 那么这个1040NR呢 我这第一年的时候 我是报了1040 那你说你是不是亏损 不是不能报 第一年我也没赚钱 第一年我也是亏的 但是第一年的时候呢 它是有特殊目的的 第一年报税是有特殊目的 就是为了拿到一个叫 ITIN的号码 为了拿这个个人税务识别号 ITIN 为了拿这个ITIN的号码呢 第一年呢 我是一个叫CCA的人 帮我去报了这个1040NR 加Schedule C 虽然也是亏的 但是通过第一年呢 因为你如果有其他特殊原因 那你也可以报1040NR 如果你第一年 你是要去拿这个ITIN的号 那么第一年就报 那么第二年 那么我还是亏的话 第二年就不要报了 第二年我只要报一个 1120加572表 我这里讲亏亏亏亏亏亏 有人想了阿燕你做这个生意 怎么都是亏亏亏亏呀 还做个屁呀 对吧 我们因为从这个财务报表上面看是亏 但实际上这个这个利润只是 它变做了资产 没有这个资产现在还没有卖掉 所以说从财务报表上看是亏 那如果将来能够把这个资产卖掉 还是应该还是可以还是可以盈利的 好我们 那我们比如说这个是从这个叫 这个这个就这个报表叫 Profit and Loss 云亏表 从云亏表上面讲 2022年 从云亏 Profit and Loss这个表 PNL Profit and Loss 云亏表这个表上来看 你收入是一万多 减掉 这个支出 开销 一万七 接下来是亏的 所以你就不能报1040了 因为你是亏的 但是其实呢 其实很多东西是变成了资产 变成了这个TX0TXD的资产呢 变成资产呢 它是在这个盈亏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并没有体现出来 因为它只是 你企业的一个 长期的固定资产 所以并没有在盈亏表上体现出来 所以这盈亏表上看起来是亏的 那么所以 这个第一年你就 所以我们就这个 1040NR 我们在第二年 就报不了1040NR 那我们就不要报了 那我们就直接 只要去报这个 1120和572表就可以了 好吧 今天就分享这些 主要就是搞清楚了 这个1040NR 因为是净利润 如果是最终是亏损的话 就不需要报 就是这样 今天就讲这些 欢迎大家 有什么情况可以跟我再聊 我把我的微信号打一下 我的微信号是B B-R-N-J-I-W 我的微信号 我的微信是这个 在这个报税方面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一起交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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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